75. 文匯報 鄧家標速開放新車維修技術 2015年7月22日香港新聞A09香港文匯報信 實習記者林家敏為改善路邊空氣質素 政府在2014年推出換車計劃 逐步淘汰歐盟四期以前的柴油商業車輛 不過計劃令車主維修車輛的成本大增 更間接導致於百間的舊式車房倒閉 影響行業生計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標昨日就聯同多個業界代表與經委會開會 就新車維修技術是否遭到壟斷進行討論 換車計劃令舊式車房生意減就政府於2014年2月1日推出 強制淘汰歐盟四期以前柴油商業車輛計劃 汽車交通運輸液總工會、海港運輸液總工會及香港商用車維修業協會作批評 業界指計劃導致大批舊式柴油車輛作全面替換 大量車主需在短時間內換新車 新車的保養期大約為1至3年 衛生車多受原廠保養 且原廠公司在保養其後仍不願公開相關維修技術 令舊式車房的技工不能為新車進行維修 造成車房生意大跌 不少市民由於在缺乏選擇的情況下 在保養其後亦只能付出高昂的價錢把新車送回原廠維修 令成本大增 可為兩敗驅傷 香港商用車維修業協會公共傳訊報馬成為止 至計劃推出以來 三成的舊車已遭淘汰 間接令8個車房倒閉及約1,500名其供受影響 加上政府未有任何支援商用車維修行業的計劃 嚴重影響行業發展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指約情況繼續 預計者借舊式車房在四年內將會大量倒閉 故期望透過開放維修技術 提高業界競爭力 免遭淘汰 同時讓作為消費者的車主能有所選擇 保障權益 鄧家彪表示 由於警委會在12月中才進行相關調查 故站未有進一步行動